呦,这怎么还来个辣条啊 这个捕鱼台网啊,自从买了就用我一次抓了几条小鱼 多多少少是有点不甘心,就抓几条小鱼 咱们今天再找个地方,看看能不能多抓一些 为了避免空军,我还拿了一个大的捕鱼笼过来 加一点诱饵 这个鱼笼已经被我下入水里了,以后咱们再过来去 接下来就是这个台网,也放了一些饵料 走 呦,这怎么还来个辣条啊 你们看,好多鱼啊 就是不吃这个饵料 既然他不吃这个饵料,我就等这个台网上方鱼拖的时候 我提起来,慢慢的靠近 对 过来 过来 走 一条没抓到 我真的气死,他们还过来嘲讽我 你让我抓一条也行啊,我就知足了 来了 又没抓到,我靠 我放弃用这个台网了,这鱼太聪明了 根本就抓不到 那咱们只能把西方寄特鱼这个长的鱼笼上面了 咱们看看这里面有鱼了吗 这个鱼笼里面也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兄弟们,我做了一下失败的总结 抓不到鱼是因为这种狡猾的鱼,它只在水面或者潜水区域游走 鱼笼还有台网是不起作用的 那咱们就改变一下战略,把这个鱼笼给它挪到潜水区域 把他们游走的区域给它拦腰截断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准备好,燃起来了吗 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美好啊 这帮鱼非常聪明 我把网放着之后人家不来了 这一块直接看不到鱼了 人家直接走了,我靠 这把咱们弄上来吧 应该里面也有一两条 别说,还真的补了几条小鱼 到处来看一下都什么品种啊 一共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 这田螺是这么爬进去的 这什么品种啊,你们认识吗 有好几条这样的鱼 我不认识啊 不知道能不能吃 哇,这个鱼什么品种啊 还挺漂亮的 一共五条都是这个品种 这个拿回家养起来应该不错 这个我认识 这应该就是旁皮吧 看是不是旁皮 一共抓到了两条 这个应该就是麦穗了吧 然后这还有两条比较大的麦穗 麦穗PRO,PRO Max 今天的捕鱼行动也可以说是非常失败 这么大的阵仗就捕了几条这小玩意儿 谢谢大家